我们连线到台北地方法院来看吴淑珍迟到了15分钟 现在已经抵达了法院 吴淑珍加油 加油 吴淑珍加油 好的 欢迎这样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吴淑珍是在刚刚也就是现在新闻画面的前一分钟左右 才抵达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那么事实上呢 今天她是以南港岸的证人来出庭作证 不过呢 她是迟到了将近20分钟才抵达法院 那么刚刚呢 来向陪同她一起到达的这个吴淑珍来询问 夫人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太好 所以才会这么晚到哦 那吴淑珍呢 是点头表示说 因为今天夫人的血压似乎在出门的时候 发现有比较低的状况 所以呢 才会迟到20分钟 那么另外呢 媒体记者也是观察到了 陈志忠原本呢 都会陪同吴淑珍来出庭的状况 不过呢 来向吴淑珍询问 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陈志忠 她表示因为今天夫人呢 吴淑珍是以证人的身份来为南港岸作证 因此呢 陈志忠并没有陪同 那么目前呢 吴淑珍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七法庭 那么稍后和于震县这个20年 这个算是姐弟情谊 会被当庭的大决裂 稍后有最新消息随时为您查播报道 是吧现场交换给本日主播 好的 我看到呢 吴淑珍呢 现在已经抵达法院了 今天的庭讯她的角色是证人 是于震县在南港岸当中的证人 而今天陈志忠呢 是没有陪同吴淑珍来出庭的 迟到15分钟 陈志忠没有陪 这个出庭的规格跟之前到蔡守逊这个法庭 去出庭的规格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吴淑珍也可以自己选择 她要怎么样子出庭就是了 蓝珍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陈志忠这个人也还蛮聪明 她知道对谁她应该要信守承诺 对谁的话可能不用 对谁需要这个报庭特别去这个招呼 表达自己的认罪协商诚意 对谁可能不用 所以今天反正陈志忠他当然也非常的清楚 知道他可能不需要出庭 我更好奇当然就是吴淑珍的出庭之后啦 跟这个于震县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 嗯 这部分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刚才这个 孙老大讲到的 我觉得好像各自之间 应该 因为都已经讲了 你现在要去翻购 对彼此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看不太出来 那尤其是于震县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郑桂脸他太太也曾经讲 他其实那段时间最需要去做的就是一个心理建设 就是面对吴淑珍的时候不要觉得惊慌 不要觉得害怕 不要觉得似乎呢 做出一些事情 讲出一些实话是对不起吴淑珍的事情 那最显然他今天出来的时候看起来他是心理建设 是不是做好了 那如果做好了的话呢 我认为他其实该讲的话就会讲喔 应该不会有太多翻购的状况 所以今天的情形 我觉得未来的情形会比较有意思 是吴淑珍作为被告 而吴淑珍作为证人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对于大家比较好奇的吴淑珍这一部分 是不是因此而罪证确凿 这部分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关心 今天可能比较多的是看到这个过去之间 情同姐弟或是关系非常非常好的 曾经是他的推手的这么一个好朋友 到底在法庭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情感上的互动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有的 那我们刚刚在讲到长城之中 我觉得倒是比较好玩 所以我刚刚再继续看这个信 那么多我们刚刚讲到的 其实跟谢堂平之间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这个白头宫女画天宝仪式 就是那是你们家的事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们两个恩恩怨怨二三十年 那是你们家的时候 对于台湾此时此刻 2009年面对未来面对金融海啸 我觉得大家不会去关心喔 但中间很难得看到一丝丝 但是跟司法还是有关的一个地方 在于它写一个陈志宗的信 但是写一个陈志宗的信很有意思 他特别提到说呢 在你妈妈 昏倒的那一天 你突然之间说你要去美国 那我就说不要去美国啊 这时候去美国干嘛呢 但是呢你跟你妈妈两个人 竊竊之语 好像有什么话 刻意不让我知道 他就说志宗啊 你当我是局外人 他觉得有点点难过 也不晓得怎么样 他说你们是不是怕我反对 怕我阻止那个 阻止这个 这部分蛮好玩的 这部分跟这个陈志宏 他在打的这个所谓的无罪 无罪的诉讼啊 无罪的辩论之分 坚持他对吴淑珍所作所为 还包括现在陈志宗 他都不去行进的事情 都瞒着他 他在这个信当中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诉讼课略 这一点 这还蛮蛮有意思的 好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电话